《优优独播剧场》 那时在Golden Havis 登了广告 说是请演员 有一晚有一班朋友在看报纸 他们说是请演员 我走过去看看 很贪得意 我有张照片 可能我自己很喜欢 那张照片 我现在还有 我很喜欢 我把那张照片写到我的名字 地址 年纪 我什么都没有写 他就找我试镜 很快 我试镜 前后一个星期 他们就跟我签约 到我进去的时候 我很幸运 因为嘉和那时是周密败先生 梁峰先生 和何冠昌先生 在邵氏出来另外建的一间公司 我进去的时候 公司只有三个女孩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就是我 伊伊 伊伊 就是唐山大庆的女主角 和茅英 茅英 就是台湾的 只有我们三个女孩 慢慢地学 因为始终是年轻 而且那时就是 因为我跟的导演 就是挪维导演 挪维那时在嘉和 就是很吃香 他又很疼我 那时是刘亮华 是他太太 那时也很疼我 那我就跟着他们 你注意说打功夫 那些就是 他们签了我合同之后 就请了一个武术指导 我记得那时叫做徐松学 徐师傅 另外有一个我不敢乱说名字 因为我不太确定 就每晚 在Raymond Chow家 他有个花圆仔 就教我打 那就是打劍 就是那些很basic的动作 怎样滑地 譬如说 你站在中间四个人打你 你怎样挡 怎样转身 滑地跳 就教了我两个月 但是我不觉得辛苦 我觉得好像 很新 对我来说 可以动动下动 就是运动 就学会所谓的功夫 打了 其实我面对面的认识 就是在他们拍摄《唐生大兴》的时候 那时就是 我在拍另外的电影 公司请我去玩 就是当是鼓励我 我就去 那时是面对面认识的 但如果你说认识他 我应该是很早 因为我跟他家很熟 我跟他弟弟 以前Robert Lee 去跳舞 那时小时候 去开派对 一起玩 跟他妈妈 姐姐 我经常去他家 经常都听到他们提 Bruce Lee 但我正式认识他就是 我去泰国 他们在拍《唐生大兴》的时候 很好玩的 他很多tricks 很多古怪的东西 就是弄古人 很多的 那时 我去到的时候 他们 诺位是导演 他说 不如 你反正都来玩 不如客串 所以《唐生大兴》 有一幕 是我卖冰 客串 很多工作人员都很喜欢他 因为他很喜欢 说笑 很乐观的一个人 在《唐生大兴》里面的打斗 其实我不是看得太多 他们拍的时候不是太多 只是我那场戏的时候 他好像是 他好像没有打 我记得 他会吓走欺骗我的人 但我正式看他的打斗的场面 就是在首映礼 我们一起去首映礼的时候 我看完之后 我会感觉是 他一定是红的 还有很多人会很接受 他那种演的方法 还有打的很新鲜 当时因为流行武俠片 就是那些打劫 跳来跳去 翻关斗 他出来拍的戏的时候 完全是没有了那样东西 是真是拳拳到肉 这样打的 还有他的打法 他做人的方式 他出来说话的方式 跟当时一般的明星 演员是不同的 那些人会觉得很新鲜 那些人会觉得很新鲜 《精武门》 为什么那些人会喜欢《精武门》 因为《Big Boss》 完成了之后 就是到《精武门》 那就是另外一种演绎方式 但是如果是以当时的电影来说 真的是一种新鲜感 对观众是一种新鲜感 当然你说他打日本人 或者是什么 就给了多了少少一种民族上的意识 不过就是那个电影是分得很清楚 间、中 中那个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明星 或者保守 是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是 而且由李小龙来演这个角色 不像一般说当时的男明星 我在《精武门》里的角色 其实我都应该是 我认识功夫的了 我是他的师妹 我觉得我挺温柔 是不是 你看过 没什么很硬桥硬马的打斗 是一个比较柔一点的角色 我是令到他会听我说话 或者甚至是他要走的时候 我都会劝他 我是那个比较 和他一个对比的角色 在这部戏《精武门》 主要的就是看李小龙的那种打斗 我在里面就是一个师妹角色 他没有教过我打 因为我和他根本就 和打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有一两场戏 我要打的时候 就是其他的武术指导我打的 我想在《精武门》 最深刻印象的戏 就不是我自己 是观众 就是我和他要走的时候 有一个《kiss》的镜头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